透過畫面可以看到熊熊大火 不斷燃燒烈焰直竄天際 遠遠就可以看到煙霧瀰漫的景象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消防隊員緊急出動 雲提車到場 並不隨限灌救 就怕漁人受困 還使用了破壞器材破門搶救 暗夜大火下壞附近居民 事發在十號凌晨三點多 台中市逢甲夜市附近 一家牛排館發生火警 大火猛烈還燃燒到隔壁店家 而當時有兩名牛排館的員工 住在裡面 在睡眠中聽到聲響後驚醒 發覺周遭農煙密布 立刻報警 帶來聽斷消防人員的說法 所幸及時 失散造成一個人輕傷 消防局經過一個多小時控制火勢 至於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帶火雕人員調查釐清